再来看到这个可爱的画面 金刚猩猩宝宝满31岁了 动物园每年都会在儿童节 帮他举办庆生活动 而适逢四天廉价 动物园也祭出了入园优惠 现场提供许多的手作活动 还有带动唱 原邦预估将吸引3万人前来 适逢庆明儿童节四天廉价 再加上天气晴朗 台北市立动物园儿童节活动登场 现场挤进大批的游客入园 还特别邀请住院的癌症病童 为金刚猩猩宝宝庆祝31岁的生日 从1987年金刚猩猩宝宝来台之后 动物园每年都在儿童节 合办金刚宝宝的保育活动 但由于非洲区正依照保育计划 专家建议进行空间管理改造工程 所以宝宝暂时还无法跟大家见面 目前也接受一些专家的建议 我们正在进行展示场的一个改善 来迎接未来的单身汉俱乐部 也有非常多可爱的动物儿童宝宝 陆续会跟大家有机会见面 包括最靠近的是 吴伟雄 Empress 她的一个小宝宝 已经在露手露脚 或者最远的在温带区这边 也有小抓水踏 跟着爸爸妈妈要能够再度练习游泳 还有到展示场那个比较深的成人池去活动 儿童节还在烦恼亲子出游的行程吗 除了一般游乐园有优惠活动外 包括动物园 天文馆 儿童乐园和科教馆 都祭出了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的优惠 不妨透过假日和孩子来趟知性之旅 邮件TV林天佑台北报道